这个视频我来讲讲巧用对称性求参数值 前面我讲过互为反函数的两个函数 它两个图像是关于y等于x的对称的 如果这个图像上有个点12 那这个点关于y等于x的对称的点21 就一定在它反函数的图像上 也就是说如果原函数经过点x0y0 那反函数就一定经过点y0x0 比如函数fx的图像经过点13 那它的反函数一定经过哪个点呢 显然是31了 反过来如果点24在反函数上 那原函数就一定经过点42 像这样知道原函数的点就能推出反函数的点 反过来通过反函数的点也能推出原函数的点 都只要把x和y交换一下就行 知道了这一点咱就来试个复杂点的题 函数fx等于logax加b a大于0且不等于1 它的图像经过点21 它的反函数y等于fx的图像经过点 28那么a等于几 b等于几呢 看题目 这个函数经过点21 那就可以把这个点带入解析式中 就得到1等于loga2加b 也就是a等于2加b 显然求不出a和b啊 再看看条件 它的反函数经过点28 也就是说原函数fx一定经过点82 把这个点也带入到fx中 就得到2等于loga8加b 也就是a方等于8加b 接着就来解这两个方程 用2式减1式 就得a方减a等于8加b减2加b 也就是8加b减2减b 结果得6 把6移到左边 得a方减a减6等于0 这个就容易解得a等于3或a等于-2 别忘了 a得大于0且不等于1 所以-2这个解舍去 a就等于3 把它带入到1式中 也就是3等于2加b 那b就等于3减2得1 所以答案就是a等于3b等于1 搞定了 你看这道题的关键 其实就是知道反函数经过点28 就能知道原函数经过点82 x和y正好交换了一下 刚才的题目 原函数或者反函数经过的点 是直接告诉你的 有时候你还得自己算出来 比如告诉你fx的图像经过点13 那函数gx等于f4减x 加3的反函数 一定经过哪个点呢 要求gx的反函数经过的点 咱得先求出gx经过的点啊 看看条件 以至fx经过点13 也就是f1等于3 要怎么把这个f1用到gx中呢 想到没 可以令gx中x等于3 f4减3就正好等于f1了 所以g3等于f1加3 f1等于3 那f1加3就等于3加3得6 x等于30 gx等于6 那说明gx经过点36 gx的反函数就一定经过点63 这样就搞定了 通过这道题你会发现 要找gx的反函数经过的点 得先把gx经过的点求出来 你可以利用f1等于3 把gx中的也变成f1 然后找到对应的x和y就行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键掌握一点 如果原函数经过点x0y0 那反函数就经过点y0x0 x和y正好交换了一下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了 就速速刷题去吧